女神依晨 其实就可以想象到 依晨她其实算是有高学历 这大家都知道 然后也是在演艺圈 算是林复萍女神 可以做到林复萍这件事情 就非常的厉害 非常困难 对啊 而且你看从 不会你也是林复萍 我很多复萍 在我心中你就是林复萍 有你 我们来看一下林依晨的专题报道 嘿 在忙 也要花时间好好呵呵自己 出席活动光彩动人 35岁的林依晨出道16年 依旧维持超高人气 被封为是演艺圈难得的 林复萍女神 当年凭借偶像剧 恶作剧之吻 让观众纷纷爱上这个 天真浪漫的小女生 我期待这一天 已经期待很久了 脑海里也幻想过 各种可能的答案 看结果 放牛般的原香情 爱上校园天才江植树 展开甜蜜又苦涩的恋爱 一人林依晨在戏中扮演呆傻萌少女 但在现实生活中 她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高材生 优秀的外语能力 还曾在国际颁奖典礼上令人惊艳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林依晨 大家好 我是林依晨 刘立切换中英韩文 被韩国媒体形容用字精准 国立政治大学韩文系毕业的林依晨 是演艺圈模范生代表 高二那年林依晨为了筹钱 帮弟弟换台电脑 包名参加捷运超美女比赛 甜美清新的外形顺利拿下冠军 还被经纪人周美玉看中挖掘 正式踏入演艺圈 而她所接演的第一部偶像剧 就当上女主角 这发型是一百万 所以你可以尝口 剩这一口 可是会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单人偶像剧女医 让林依晨迅速走红 出身单亲家庭的她 不忍心妈妈一个人扛经济重担 决定把握演艺工作机会 一边拍戏同时兼顾课业 经常熬夜拍戏到早上 再直接到学校上课 六天六夜没有回去好好睡一觉 然后看到第六天的日出 眼泪就一直掉 蜡烛两头烧 林依晨依旧拼尽全力 每次去学校上课都坐在第一排 让老师印象深刻 对自我要求极高的她 就连读剧本都像是在准备大考 画满重点不断地揣摩 连导演都佩服她的用功 她一直是一个律起盛言的人 那演到会议 我觉得某些时候 其实对周章也是一种压力 我们可以放松那一个不完美的时候 可是你在一层身上 好像一直没有看到不完美 你没爹 我没娘 咱们同病相连 这样吧 我帮你 我们一块去找你杀父仇人报仇 不只台湾偶像剧 林依晨更跨足对岸 和大陆男星胡歌合作射雕英雄传 发挥她古灵精怪的特质 把黄蓉这个角色 诠释出自己的风格 也让她在大陆知名度大开 广告代言和戏约不断 累积大量影视作品 奠定她偶像剧一节的地位 恶作剧二文 林依晨哭得撕心裂肺 演技大爆发 让她拿下2008年 电视金钟奖影后 有人跟我说过 当演员的使命是要带领观众 去看到更深层的人性 我相信台下的各位 大家跟我们一样 都是用生命演出 用生命在表演的 所以我们绝对不止 可以做到像今天这样 就如同林依晨所说 她真的是用生命在表演 但工作起来拼命三郎的性格 让她2009年 罹患脑下垂体囊肿 不得不停下脚步 接受手术治疗 那个囊肿的成因 林依晨是讲说 好发于事业新强的年轻女性 真的 而且女人好像有被缩住 我的妈妈都会觉得 有一点压力说 女儿啊 你可不可以放松一下 手术过后 林依晨开始调整自己的规划 种植不重量 精挑戏选每个演出机会 2011年付出代表作 我可能不会爱你 林依晨从小丫头变身 都会亲手女 让观众看到她的成长和蜕变 原本是两情相悦的事情 却老是说我们占你们的便宜 你们难道没有占我们便宜吗 干嘛跟我发牢骚啊 我又没占个便宜 怎么样 你想占吗 来啊 欢迎光临 你以为我不敢吗 程友卿的角色让林依晨二度摘下 金钟后冠 演艺事业再创巅峰 但在这时她却选择到英国留学生造 学行荧幕表演 不断充电 学成后和交往两年的男友林于超 步入结婚礼堂 尽管婚后各自忙碌 经常分隔两地 仍十分甜蜜 这你就要做妈妈的吧 外边说传得很厉害的 我有把它放进我的规划当中 家里老人有没有什么想法 有没有催过吗 也就像一般正常家庭都会有期待吧 期待 但姑姑婆婆呢 肯定有再高一点的期待 准备生几个 老天给我几个就几个吧 真的吗 都是饱 有的做饭是好的 是吗 独生子女有点孤单 比起名音与利 林依晨更专注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有所为 有所不为 像是多年来坚持不替房地产代言 拒绝成为炒房帮凶 都让外界对他好感度不断 近几年转往大萤幕发展 也让观众持续对这位 演艺圈的模范声充满期待